好 其實我們知道這張專輯啊 我們常常就是知道說 陳寧久在創作的時候 都是比較偏向那種 很貼近大家的生活對不對 而且其中有一首歌裡面啊 你收錄了是跟貓咪的對話嗎 沒錯 對啊 我覺得那首歌還滿特別 那是你自己養的貓嗎 對對對 因為我從一隻貓 養到現在已經變三隻了 三隻喔 對 哇賽 那很厲害耶 很可愛 對啊 那你這首歌也是因為 跟他相處的過程中 所以才創作出來了嗎 這首歌 其實這個題材原本是一首悲傷的歌曲 蛤 真的嗎 可是你跟他的對話起來 不像是悲傷的耶 對 就是他是在兩三年前的時候 就是 有一次我洗澡忘了去關門 不是 關廁所的門 是關房間的門 對 然後貓跑出去了 然後因為他之前也這樣過 然後我就不以為意 結果他就消失了一個禮拜 對 然後我就 那陣子我就四處找啊 家裡附近找 然後 網路上也就是 就是 有搜尋嗎 請大家就是 可以幫我找看看這隻貓 然後都沒有 都沒有找到 然後一個禮拜過去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他就這樣 離開我嘛 然後想說寫一首歌紀念啊 所以這首歌的這個 靈感來源就是來自於那一隻貓 對 原本是那時候 然後 誰知道有一天我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就忽然貓咪敲門 然後我就 就是有人敲門 然後我打開發現 是我家的貓自己回來了 真的假的 對 然後他就回來了啊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他 很可惜 他回來了 他回來了 為什麼要可惜 他回來了 我歌就不能寫了 沒有啦 開玩笑 對不對 然後 他回來了很開心 然後 那當然就是 那一首歌就 就沒有寫了嘛 然後吃到這張專輯之後 就是我想 欸 因為之前就想過幫貓寫一首歌 這樣就比較好玩的東西 然後 我就把那當時真的念頭 然後轉到現在 因為貓很喜歡在地上滾來滾去 然後很可愛 然後我想說 那賦予牠一些 生命或是一個職業好了 就是 貓咪的夢想 想要當舞者 當舞者 所以牠想要跳舞這樣 牠想要跳舞 很可愛的跳舞這樣 對啊 然後我就 把我家的貓 抓來跟我們合唱 那你 你聽不懂他在唱什麼嗎 我聽不懂啊 沒有啦 就是把牠抓來跟他聊天的 就把牠抓過來啊 然後你就跟牠對話嗎 然後就 摸牠 欸 就 逼牠發出一些聲音那樣 不讓牠走啦 可是牠今天沒有來沒辦法唱歌耶 怎麼辦 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就帶來別首歌曲 也是可以 好 其實你這張專輯也挑戰了很多新的曲風 剛剛也嘗試說 有像是這個 音式搖滾風 還有加入了一些電子的元素 你可不可以推薦一首給我們大家 你自己覺得 嗯 新的挑戰覺得還不錯 新的挑戰嗎 我覺得最大 這首歌最大的嘗試就是 第九首歌 就是不要太乖 因為這首歌是電子的 嗯 那它也是我 自己編曲 嗯 對 所以這是一個 蠻大的挑戰 對 那推薦給大家 好 那現場就帶來 現場帶來的 當然不可能是這首電子的歌曲 對 然後帶來這首歌曲 叫做 愛以愛 哈哈哈 完全是跳通 沒錯 大家先聽看看這首歌 嘴邊玫瑰紅酒 灌燙了誰的瞳孔 空間定格時空 飄著沒有瞄準的只有 而你在宇宙 是我觸碰不到的高空 抓到一點點的西風 把捉弄污染成了心動 心愛的 就是 心光 來 家裡 憂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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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愛我愛 無比事外的愛 懶我無奈 愛我愛 奇怪的事情卻無法離開 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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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OW 哇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跟上一張專輯的《歡呼來台報》 其實有一曲同工之妙的感覺 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裡面都有融合台語歌 那你今天為什麼要推薦給大家這首歌曲 這首歌是我專輯在錄製的時候我覺得 我的情緒唱最好的一首歌曲 對 那一開始配唱這首歌 因為它的副歌其實是很黏的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唱的 對 那我這首歌也錄最久 那就是一直試一直試一直試不好 然後就是再一次就是我就是錄音師老師說 你先出來休息一下 然後我就整個就是 攤在那裡 對 放空這樣子 然後再進去唱 然後那一次就很快 就是幾乎就是快一次OK 這樣子把這首歌給錄完 那我自己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它的編曲是找 就是林少偉 就是我師兄 然後還有護天太宏 就是 護天老師 對 護天老師 那我們合力地去完成這首歌的編曲 那 就是覺得 這首歌給我的感覺就是 它那個吉他 尤其是吉他的Solo 我覺得 就是很touch到我的心這樣 對 那我在配唱的時候也 因為那個Solo讓我對這首歌的情緒 情感上面更加分 那其實這首歌是我可以說說這張專輯 很喜歡的一首歌 你有沒有想說最喜歡 可是 其他歌都是自己的小孩這樣 有啦有啦 對啦都很喜歡 只是說還是有特別有感覺的那一首 對對對 愛也愛對不對 沒有一個我算什麼 我愛也愛